最近是报税的季节,所以很多客户来我们这边查找他们的1095表格 1095表格主要有三种 1095A是在政府的健保平台购买了保险 并且拿到政府的退税补贴的人士会收到1095A 这个1095A应该是已经寄到当时申请健保时候留下的地址 如果客户还没有收到又着急报税的话呢 可以用自己在healthcare.gov这个网站的用户名和密码 找到2015年的申请 在这个网站里面是可以打印他的tax form 就是1095A是可以自己打出来的 1095B是给Medicaid白卡的持有者的 这个应该是由伊里诺伊州的HFS这个政府机构寄到家里去 也是同样寄到申请时候留的地址 如果因为地址变化或者是邮件丢失没有收到呢 我们可以给DHS办公室打电话要求他们再寄一份 美亚健康协会可以协助大家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可以找我们帮忙 1095C是雇主提供给员工保险之后的一个证明 如果没有收到1095C那应该是去找他的雇主来索要这个文件 报税时候因为没有健康保险而发生的罚款是有几种情况可以申请免于罚款的 其中对于我们这个社区可能最常见的是因为低收入可以免于的罚款 如果是单身人士的话 如果一年的年收入没有超过一万块钱 他在报税的时候是不会因为没有保险被罚款 如果是已婚家庭是没有超过收入两万块钱 不会因为没有健保而被罚款 报税的时候因为没有健康保险而产生的罚款 是有多种方式可以申请免于罚款的 其中对于我们这个社区来说 最常见的就是一种低收入人士不会因为没有健保而被罚款 这个收入的标准是单身人士不超过一万块钱 已婚的家庭不超过两万块钱 不会因为没有健保而被罚款 最近有一些朋友在报税的时候 他们发生了需要把已经拿到的医保退税 再退还给IRS的情况 这个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在申请2015年保险的时候 预估的收入跟实际2015年的收入有差距 政府的补贴是根据实际收入来结算的 所以如果实际收入比原来预估的增加了 补贴是会减少 那会发生的情况就是会把多拿到的补贴这一部分 退还给RLS 选了 选了 白卡 他是3rd party 搞定了 就是当时有买过商业保险 现在就清楚了 那你后来你是白卡加到你孩子的白卡里面对吧 对啊 但是还是不行 因为很多客户他们上一年买了商业保险 就算是他们今年去报税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会产生会再补政府的钱的 是因为好像今天有一个客户来 他以为他们报税是报了4万 然后他报完税了以后才知道他还要补一千多出去 是因为他当初买2015年的时候 那个保险的时候他是报二万七的 所以就有那个差异 所以他们到拿了1095A去报税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产生这个差距 就要补钱了 你上次来不是已经交过了 今天来已经交过了 那今天你想要来做什么 今天我就是想要来